近日在花蓮市国福大桥旁举行了一场2022年桂花碑广西与花蓮的弹功交流赛 分别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村以及花蓮县德新运动场同步进行 本次活动由广西民族文化协会与花蓮县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协会主办 这个运动可以跨年龄层进行推广 让亲子关系透过彼此的鼓励增进家庭和乐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亲子运动 喜爱弹功竞技的选手聚聚在国福大桥旁的广场 将传统同玩弹功以规格积分的方式向国际赛的目标迈进 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协会理事长李尚典指出 弹功运动老少嫌疑 在台湾已逐渐兴起 特别在花蓮 卫围丰巢 在广西更是早年已展开相关弹功技艺的传承 透过视讯连线更可以交流彼此的技艺 办这个弹功比赛主要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的功绩的成本非常低廉 再者我们从小也玩过这种童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民俗技艺 因此我们就有这方面的想法来做个两岸的那种交流赛 目前这样子的趋势来看的话 因为它是一种民俗技艺 我想是指的推广的 而且我们希望是透过这次比赛 然后再慢慢推广出去 希望能够在未来台湾这边的原住民运动会的时候 也纳入一个正规项目 妇女老幼都非常的上手 我们未来的原住民运动会 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既然我们原住民运动会都是属于传统的竞技 所以未来也可能会在我们的比赛之中 再增加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是我们乐观能够呈现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项目 活动吸引两岸弹弓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广西以花联报名人数超过200人参加 广台两地各由八名选手组成团队 透过线上竞赛 以各队比赛选手成绩总和决选出冠亚军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